大家好,我是次来参考文献的up主,方克成 这是和您睡前聊人生的第13个夜晚 最近我收到很多朋友的私信 其中有不少人都谈到了自己家庭的问题 父母离婚,家庭暴力,家里有人吸毒 父母在自己年少的时候去世了 父母健在也没有离婚,但完全不懂得怎么做家长 总是偏爱家里的另一人孩子 在家里从来得不到父母的表扬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永远都是先被父母批评一通 各种各样的故事太多了 很心疼大家 我想我真的理解了托尔斯泰所说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 不幸的家庭会有各的不幸 我们的人生有千万种选择 但有一件事情是在我们出生之前就会决定的 那就是我们的家庭出生 如果你正好生在了那种会给自己带来阴影的家庭 应该怎么办呢 我绝对不会跟你说没关系 父母对你没影响 因为那是假话 是一句轻蔑飘的假话 人从出生到成年至少有十几年 要在父母长辈的抚养下长大 家庭对我们的人生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承认这一点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你可以承认这让你很疼 承认你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可以从父母家庭上面找到根源 承认家庭可能给我们投下一层阴影 那么承认这些有个很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可以去直面家庭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然后有意识地去纠正这种可能已经形成了自己某种行为模式的影响 比如说父母的离婚让你恐惧亲密关系 但是承认这一点也就意味着你并不是生来就恐惧亲密关系的呀 也就意味着那个恐惧亲密关系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你 你也就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现状了 承认这些也不等于在家庭的阴影面前放弃投降 大家知道我是自带参考文献的up主 所以我翻阅了很多学术论文 想看一看心理学家们到底是怎么说的 我发现早在上世纪80年代 心理学家们就大致形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孩子其实是有抵抗力的有韧性的 有学者选择了几百个出生在糟糕家庭的人 跟踪他们在几十年里的发展 他们发现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可以成为我们眼中的这种正常的成功的人 所以有学者说人在成长中是有自我纠正的能力的 这种能力可以比喻恶劣的外界条件的影响 其实想想道理也很简单了 因为人生不可能只有一个条件来决定 大致来说决定你人生的因素有三种 一种是先天的基因决定的 这个我们当然很难去改变了 第二种就是外界环境 其中包括家庭 也包括学校 社会 朋友 同事 媒体等等 包括你选择关注了我 选择收看我的夜聊 那么我也很荣幸地成为了影响你的外界环境 那可以看到在这么多外界环境当中 家庭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我们在成年之前会觉得家庭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 那是因为家庭在未成年人的生活中占的比重很大 但是随着我们成年随着我们逐渐脱离父母的掌控 拥有自己的独立生活 家庭在影响我们的外界因素中将会越来越不重要 所以请你相信 随着时间的流逝 家庭投下的那道阴影 只会越来越淡淡 影响你人生的因素呢 还有第三种 那就是你自己的个人选择和你自己的主观意志 也就是说你选择如何对待自己的基因 你选择如何构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外界环境 你可以选择发挥自己的长处 做自己善想的事情 你也可以主动选择和优秀的人为伍 主动选择去与机会多的大城市闯荡 主动投入更多的努力去学习和提高自我 等等等等 这些主动的选择呢 可以让你更远的离开家庭的阴影 那么懂得了这些 还可以避免我们进行错误的归因 我觉得一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人容易有一种倾向 那就是把自己遇到的问题都归结于家庭 其实这就相当于考试没考好都说是水逆造成的一样 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 因为你主动把个人选择这个因素忽略了 把家庭背景当成了一切的替罪羊 而且我往往讽刺的是啊 你越这样做 家庭的影响对你就真的越大 因为你自己放弃了主动选择的那一部分 那也就只能有家庭背景来决定你的人生了 所以要走出这样的怪圈 就要承认问题的复杂性 也许家庭因素呢有一定的原因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外界条件啊 还有很多个人选择啊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改变的地方 总结来说 如果你的家庭给你带来了阴影 那么第一步就是去承认它 直面它 而当你真正直面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随着时间的推移 特别是随着你的成年 家庭的影响会越来越小的 你会有越来越多 可以主动选择和决定的东西 这些呢都会帮助你 最终走出家庭带来的阴影 并且非常重要的是 我要把这样的阴影 传给你的下一代 我要真的成为复读机 这个过程会很艰难 但一定会看到效果的 有一个小伙伴呢 在私信中说 他觉得很无救的一点事 完全找不到和自己 类似处境的人 我想有类似处境的人呢 在一起确实是可以相互取暖的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可以在这个视频里面询问大家 如果你的家庭 真的有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希望找到类似处境的人 互相支持 你可以给我发私信 详细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我呢会把你的私信 转发给那位小伙伴 由他来决定 要不要把大家聚到一起 我愿意来充当这个中介 但是也请大家 在这个过程中呢 需要注意自我保护 最后想跟大家推荐一部美剧 叫This is Us 中文名呢是我们的生活 剧里的每一个人啊 从遗传基因到家庭背景 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他们都在努力走出阴影 所以自始至终 贯穿这部剧的一个理念就是 生活可能给了你一颗最酸的柠檬 但你呢 完全可以把它做成 最甜美的柠檬水饮料 相信我 这杯甜美的柠檬水 你一定可以做成的 欢迎点赞三连 欢迎把视频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做柠檬水的故事 我们下期夜聊再见啦 晚安